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組資金外逃出新招 震動西方世界 中共權貴家族與中國私企隱密關係 又一行業巨頭將200名科技人才從中國撤離 不是新加坡 大陸富豪封移民 美媒鋪首選竟是這國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政經熱點 今天是美國時間7月20號 星期四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組資金外逃出新招 2023年6月 香港證監會正式推行虛擬資產交易所發牌制度 2024年5月31日後 非註冊的虛擬資產交易所將不復存在 一名香港加密貨幣交易所老闆接受《金融時報》的採訪稱 在今年2月6日中港全面通關前 大陸人光顧交易只佔約5% 現在至少一半以上可人都是大陸人 人民幣對美元在過去半年跌了超過10% 香港成為了中國人尋求資產保障的地方 他們如螞蟻搬家搬用到香港將人民幣換成美金或者是虛擬貨幣 香港加密貨幣交易所臨利 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 因其不能被追蹤的特性一直都被視為方便的非法工具 不論用來走資 洗錢或做非法交易等 2021年9月底 中共已全面禁止所有境內虛擬資產相關的交易和活動 包括投資 交易和採礦 然而 與此同時 中共讓香港成為唯一一個可以開展加密貨幣交易的地區 許多國際知名的加密貨幣交易所和數字資產平臺已經在香港設立了據典或分支機構 例如BitPhoenix、Okex和BitMax等 如今 港府把去中心化的虛擬貨幣交易所變為中心化管理 要求明確知道每一筆資金的來源及去向 只可在監管之下用作投資用途 美國南凱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接受大紀元記者訪問時之 中共透過在香港推行發牌制度後 使所有香港交易所均要遵從KYC以及凡洗錢法規 且無法從香港的虛擬交易所平臺把錢轉到海外的熱錢包 中共把中國人僅剩的一點走資方式也規管了 然而 謝田說 中共對交易所的規管只限於香港虛擬貨幣交易所開設的賬戶 依然無法阻截私人線上交易 亦難以追蹤 在大陸 中共嚴格管控互聯網 民眾安裝不了虛擬貨幣應用程式 因此無法申請任何熱錢包 但由於香港還沒有被中共封網 大陸人在香港只需一部手機 便能安裝一個去中心化的加密貨幣熱錢包 仍然可以透過這個熱錢包把虛擬貨幣轉到任何錢包地址 謝田還表示 由於香港互聯網沒有被中共封鎖 中共沒辦法監控去中心化的線上虛擬貨幣交易 因為當初虛擬貨幣在設計的時候 就是為了不讓政府監控 很多是在暗網上進行的 目的就是要規避 繞開政府監管 所以政府去監管是沒法做的 振動西方世界 中共權貴家族與中國私企隱密關係 旅居英國的前中國商人沈棟 近日參加了美國華盛頓國會山的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碩委員會聽證會 沈棟是《紅色賭盤》一書的作者 書中描述了他與中國企業家段偉紅的經歷 詳細描述了他們如何與中共頂層人物打交道 其中涉及許多中共最高層的親屬 二人在與中共權貴交往的過程中 近距離目睹紅色家族的豪舍生活 以及這些家族如何利用父輩的權利 內幕消息和監管審批權等而攫取財富 這些真實的故事細節震動了西方世界 沈棟表示在聽證會上作證說 1990年夏天時 他還是一名大學生 到父親所在的公司實習 他父親的公司當時將美國的肌肉賣到中國 沈棟發現 每次美中關係出現問題時 美國的肌肉就不是好肌肉了 他們的交易到中國海關都會有麻煩 他由此得到教訓 中共將美國在華企業視為隨時可以利用的人質 這是我在中國生意上的第一課 遊戲規則是由共產黨說了算 沈棟接著說 1997年 他為美國一家私募股權公司工作 投資了一家建設中國互聯網的公司華為 華為之所以迅速崛起 是因為中共政府要求 國有電信公司只能從中國製造商採購 不得從國際設備供應商處採購 儘管中共政府在進入世貿組織時承諾開放電信市場 但是從未兌現 現在已經過去20多年了 沒有一家外國電信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營運 我的教訓是 在中國 沒有所謂的公平競爭環境 你要麼在政府的青睞下繁榮發展 要麼在不受青睞時滅亡 他說 沈棟最後表示 在與共產中國競爭時 維護美國的經濟利益 是最重要的一點 必須明確區分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 截至目前 紅色賭盤至少已經有15種不同語言的一本 中文一本於今年3月在臺灣問世 又一行業巨頭將200名科技人才從中國撤離 美國彭博新聞社報導 由於中國政府加緊對國內信息存儲的監管 美國投資銀行摩根斯坦利決定將超過200名科技人才從中國撤離 彭博引述知情人說的話說 被撤離的200多人是摩根斯坦利在中國科技部門的三分之一 他們主要轉往香港和新加坡等地 該投行將花費數百萬美金 設立一個符合當地規定 但與其全球平台不相容的系統 用於處理本地客戶數據 摩根斯坦利的決定是華爾街投行 針對中國敏感信息監管規模最大的一次行動 目前 許多跨國公司正因習近平治下對外企不友好的政策 而考慮調整在中國運營的未來方向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執行官詹姆斯‧戈爾曼週二表示 坦白講 在貿易方面我們依賴中國 而中國更依賴全世界 該事件表明情況出現了逆轉 不是新加坡 大陸富豪封移民 美媒鋪首選竟是這國 大陸放寬防疫措施後 有外媒報導 2022年約有1萬800名中國富豪移民 值得關注的是 澳洲是今年上半年大陸購房者的首選海外地點第一名 而不是中國大陸富豪過往最愛的國家新加坡 根據美國財經媒體報導 投資移民諮詢公司Henley & Partners在報告中指出 未來幾年中國大陸富豪持續外流 將推動大陸人對海外房地產的投資 預計在2023年至2025年 約有71.2萬大陸人移民到美國 加拿大和澳洲 報導引用IQI房地產公司的最新排名 其中澳洲是今年上半年大陸購房者的首選海外地點第一名 其次是加拿大 英國 美國第四名 新加坡排第十名 報導提到 大陸買家重返澳洲房地產市場 預計今年大陸對澳洲房地產的投資將比2022年增長至少30% 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的數據顯示 去年第四季 大陸是澳洲住宅房地產最大的海外投資國 投資額高達6億澳元 約新台幣130億元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新聞 阿波羅網是獨立媒體 沒有政府和機構資助 朋友們每一次按動油管的特別感謝 都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您的關愛和支持 尤其感謝純粹為贊助我們而加入會員的朋友們 我們沒有做得更好 回饋您的幫助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讓更多人受益 也請您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選全部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結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